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师父 我们一直在讲基督降临其实就是未来弥勒佛降师 那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唯一有弥勒这个人物的 那他的出场又代表了什么含义呢 弥勒呢 是在第66回现身的 弥勒代表的含义就是契约 孙悟空见到弥勒所做的动作就是顶礼佛族 当时取经五人组走着走着 看见前面一片金碧辉煌 中气悠扬 有个寺庙 走近一看 有雷音寺三个字 玄奘慌忙 滚安下马叩拜 孙悟空说 你先别慌 上面是四个字 再仔细看是小雷音寺 邢台西边是有小西天 有唐代的雷音寺 宰相宋景写的就是大唐雷音寺碑记 通篇未提一个佛字 讲述的就是圣经创世纪的内容 这里其实就是唐僧收宋悟空的五行山 不是真正的西天大雷音寺 玄奘说既然叫雷音寺 必是佛祖所在 赶紧进去拜 宋悟空呢 火眼金金进去一看 五百罗汉 二十八宿和四大金刚 一众都是妖怪 宋悟空就说 何方妖孽感冒如来明昊在这儿骗人 结果半空中飘下来一副金脑 两个半球啪合在一起 把宋悟空呢给扣住了 然后妖怪把它放到宝台之上 宋悟空后来叫了二十八秀礼第二秀抗金龙 他用独角顶到两个金脑之间的缝顶进去之后 宋悟空在大脚上打了个小孔 钻到孔里面 然后抗金龙呢 再把大脚拔出来 宋悟空出来后 一金箍棒就把金脑砸成了碎片 洒满宝台 金的妖怪来了 带来了更厉害的兵器 一个口袋 打开口袋把所有的二十八秀跟宋悟空都抓进去 之后呢 孙悟空就到处搬救病啊 但不管谁 搬谁来 妖怪只要口袋一扔就全部进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解释啊 金脑 金脑呢就是天地合之意 扣起来就是眼睛的形状 代表黄金眼 宝台呢 代表了金字塔 这个景象就是金字塔上的一个黄金眼 抗金龙啊 它本意就是东方青龙的脖子 抗的意思是脖镜 抗袖原来属于角木胶 后来划分的时候 把角木胶的一个大脚画入了抗金龙这一袖去 叫做抗袖 在这个大脚顶金脑 含义就是用角木胶顶开天地合的那个天门 脚素意为天门 左脚里右脚将 两脚之间呢 就是天门 宋悟空呢 最后实在是没照念了 搬谁都没用 哭得很凄惨 这时候啊 满山下雨来了一个和尚说 悟空 有人给你帮忙来了 宋悟空呢 定睛一看是东来佛祖 赶紧口拜 口称老爷 弥勒说 我给你帮忙 你不用去找我 你看我找你来了 宋悟空问黄梅怪是什么来历 弥勒说 他是我坐前敲启的童子 黄梅童 3月3我去拜访原始天尊的时候 黄梅童偷了我几件宝贝下班来了 宋悟空说 我们去西天求真经 解救东土众生 你怎么能让这样的妖怪出来捣乱 弥勒说 这就是天术锁定 黄梅童下来就是完成你的磨难 不磨不成佛 其实他是帮你忙的 他也不吃糖松肉 也不抢金银珠宝 就是要和你宋悟空斗一斗 你要是斗不过他 你也别去西天取经了 他替你去取经 去完成如来佛祖交代的这个任务 所以这个妖怪是来考验你能力的 宋悟空问这家伙怎么收 实在太雄 如其 黄梅童说 我有办法 我就在这个坡下种一亩瓜果 待会儿你变作一个熟瓜 等妖怪来了 我就摘下你这个熟透的瓜给妖怪吃 你在他肚子一闹就可以把他制服了 孙悟空就问 瓜田这么多熟瓜 你怎么认得哪个是我 怎么能知道摘哪个熟瓜呢 弥勒说 我乃至世之尊 哪有不认得你的道理 凭你变成什么样 我都认得 你放心吧 就怕这妖怪不跟着你来 我给你使个咒 你伸开手 然后呢 黄勒在孙悟空手心上写了个禁字 孙悟空就把妖怪弄来了 自己变了个又大又熟又甜的瓜 黄勒呢 把它摘下来给了妖怪 妖怪刚一张嘴 孙悟空就钻进嘴里 在里面翻跟头 打鞦韆 妖怪受不了了 求饶 孙悟空才出来 妖怪呢 就被收服了 弥勒就问 我的筋脑弄去弄哪去了 妖怪说被孙悟空给打碎了 还在宝台之上 碎金铺满了宝台 弥勒就拽着孙悟空一块去 吹了一口气 宝台上的筋脑呢 又复原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故事里几个点的这个含义啊 弥勒老爷 为什么孙悟空从来不把如来佛叫 从来不把如来佛叫老爷呢 但叫弥勒为老爷 中国秘密宗教里有先天老爷和无生老母 合起来就是无生父母 老爷指的是先天老爷 风神演义里 红军老祖最后出现的时候 他也被叫老爷 敲沁的童子代表的就是天下中庆 一齐名 众生银王登九五里的那个沁 泼下中瓜 泼下代表黄土坡 弥勒是楼宿 巨土成秋 黄为中间 东方清 西方白 南方火红 北方黑 中间是黄 黄的意思呢就是巨土在中间 宣元皇帝和皇帝穿黄袍的黄都代表了这个含义 黄土坡下面指的就是黄台下面 黄台呢代表圆这种地形之 尼勒再来的名字 熟瓜对应唐高祖的太子李贤的黄瓜 黄台瓜词中的重瓜黄台下 瓜熟子李云暗含了尼勒的姓李 禁 以妖怪来的写的是禁 是紫禁城的禁 拆开呢就是林氏 反过来就是氏林 林呢是二墓 意思就是氏二墓 氏呢为二小 元氏天尊的元呢为二儿 有个预言就讲 姓德大墓两条之大厦 鸟飞扬走反家帮 二小和二墓人指的兄弟 海航第二姓李的 口袋呢就是弥勒佛的这种人种大 也叫后天大 代表了包天包地 天地亦龙统 天下大统的意思 口袋呢在中国汉字里是东的原形 东啊就是田中生木 就是推背图里讲 万物土中生 二九先成十 土中生木 田中生木子 就是东 东方清荣 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东方 东呢就是口袋的意思 土中也生金 金是西 西方白虎就是银素 弥勒佛其实就是布袋和尚 弃死和尚 曾在石头上流结 弥勒真弥勒 分身千百亿 有的时候也叫化身千百亿 实时 世 世人 世人自不识 就是这个二目人世 就是尽啊给大家 所有人都是真弥勒 大家却谁都不认得自己 也不认得上天给大家的这个凭证 弃死和尚的弃 就是大齐约的弃 此呢是如此的弃 反过来此弃就是指这个大齐约 石头就是这个凭证 也就是女娲练食 剩下的孙悟空的那块大石头 几大名著都在讲石头 就是指 基督弥勒是那块踏脚石 弃死和尚啊 整天背着大口袋要钱 那经常跟别人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给我一文钱 有一次他拎着口袋在路边站 有人就开玩笑 问他是干嘛呢 他说我在这等人呢 那人说我就是那个人 弃死和尚说你不是那个人 那个人就问谁是那个人 然后和尚就伸手说 给我一文钱 一就是元 万物九九归一 就是一切的开始 一文钱代表的是天元地方的那个铜钱 是大开元金和共集会的符号 这就是开元通宝的铜钱 也就是弥勒那个金挠代表天地和 也对应女蛙跟福西 一个拿圆规画园 一个拿锯齿画方 代表天元地方 三春之门 1016和1114 元术呢 由此而来 弃死指的就是楼宿 弥勒 他能带领大家最后成为基督 都成为弥勒 人人成主 共集会的标志 金字塔上一个眼睛指的就是 美国今天的民主制度 人人手里有选票 但是因为金字塔 加上的圣贤之时还没有出现 所以是间接民主 弥勒基督就是圣贤之时 基督在领的时候 很快全世界就会过渡到终极民主 再也不需要选举一个人来管理你 做你的领袖 所有人都可以直接行使你的权利 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 当云彩覆盖大地的时候 彩虹出现在云中 云彩就是网络 就是云计算 现在基本上已经覆盖全世界了 云中的每个人只要拿起手机 这个金光明 波罗华 就可以实现你为王做主的权利 也是上天赋予你的职能 弥勒就是罗素 代表聚集 香港民主一次次的百万大聚集 跟中共这个最邪恶的强权进行对抗 意味着香港民主已经成就了佛教的根本大法 波罗蜜已经成就了 香港民主已然成佛了 但是他们最后怎么能得到真正的拯救呢 获得真正的权利和自主呢 就是缺最后一个动作 顶礼佛祖 这就是要履行约定 然后每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迷勒 几百万民众 带动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深入天门 这个约定就是圣经中 上帝与人立的勇约 上帝说 我让云彩覆盖大地的时候 彩虹出现在云中 我必看见 这是我跟所有全地 所有活物立约的记号 我必纪念 西游记中 弥勒出场时有一个细节 当时孙悟空在西山坡上 哭得无比凄惨 这个时候 西南方有一朵彩云坠地 满山带云缤纷 一个胖河上来了 问孙悟空您认得我吗 孙悟空一看是弥勒立即下拜 这个下拜就是顶礼佛族的意思 西南在先天搭褂上的 迅味本意是风 长风不绝 其实就是说台风 踩云坠地 对应香港民主上街抗疫流行时所打的雨伞 一朵一朵伞 伞花在雨中绽放各种颜色的伞 所以叫踩云坠地 然后满山大雨缤纷 缤纷的意思就是各种颜色的雨伞 像花儿一样绽放 叫满山大雨缤纷 这个时候弥勒问悟空认得我吗 认得你就成就了 得到了 风云都由云而来 风云击到大雨如中的时候就成就了 孙悟空大闹天空的时候 就是变成赤脚大仙的样子 赤脚大仙指向就是大脚印 而孙悟空的邪是北海龙王颂的 名为布云旅 对应的是上帝剧本的最后一环云中旅约 修纪有一处提到邪的地方 就是金鼻白毛老鼠精的遗邪纪 金鼻白毛老鼠精三百年前 因在临山偷吃香花宝竹 改名半截光明 后被李天王哪吒父子拿住 饶了不死 趁机拜李天王为父哪吒为兄 下界后改名为帝永夫人 这个帝永夫人之名大有深意 永呢 古文一座永 底下是新字的永 水永出野 三点水的永 一座足字的永 与足有关 夫人记二八八 二加八等于十 八加八等于十六 鼠记子 变成人就是人子 认定李天王为父 就是姓李 李永十月十六 金鼻就是等金 他先在黑松林 变为落难民女 意在抓住唐僧 踩他原仰来成就太义金仙 虽然孙悟空百般劝说 但是唐僧终将老鼠精救下 并一起来到镇海禅音寺 因为唐僧染上风寒 不得已在镇海寺休养了三天 老鼠精在这期间色诱寺院里的僧人 接连吃了六个和尚 孙悟空想要除掉老鼠精 设计使其献出原形 二人打斗多时 却被老鼠精用遗邪计逃脱 并抓走了唐僧 孙悟空兄弟三人寻到 献空 寻到献空山中无底洞 老鼠精被唐僧哄骗 吃下了孙悟空变成了桃子 孙悟空钻入其府内 逼他放走了唐僧 老鼠精一从着放了唐僧 却在孙悟空从其府中出来后 再次使出了遗邪计 趁其又将唐僧连人带马射去 使得孙悟空几经周折 也未救出唐僧 最后孙悟空发现了老鼠精 所供奉的李天王和哪吒的牌位 于是上天庭找到玉帝理论 玉帝知道孙悟空难缠 便派白金星与其一同前往李天王府里 李天王大怒 后因三太子哪吒提醒 方知却有此事 便协助孙悟空一同下界 收服了老鼠精 带回天庭接受惩罚 救出了唐僧 老鼠精两次使出遗邪计 留下的邪就是线 所指向大脚印 他与李天王的关系 暗指人子的姓李 具体讲大脚印及其纬度 一回是在西欧记 灵山脚下最后遗难 是在灵山脚下 同台府地灵县 同台就是指金台 地灵反过来就是灵地 合起来就是金字塔的意思 书中说 行经半月 也就是十五 看见一座城 一指的就是一一五 寇红摘僧一万 万字浮原于本教 寇原外夫人张川 张川真说 以一人之力 再摘十五天 又是一个一一五 后来寇原外被贼踢死了 三魂渺渺入黄泉 七魄悠悠归地府 指的就是三十七 临死前哀求留几件兽衣 衣服呢代表金尾 后来孙悟空变成了一只大脚 自称是玉帝派来的浪荡如神 油呢 熬油 熬足也 还威胁说要把这里踏成鸡粉 五十一区附近的大脚印里面的石头 都是人工加工的 磨得非常的平 是弄碎了 然后撒落在一起 堆积组成大脚印的轮廓 所以临山脚下的最后一难 指出了大脚印的精维度 三十七度 一一五度 和其构成 修纪里中 晒经时就在五十一区大脚印的附近 书中说最后一难 第八十一难市取经团落入通天河 然后附近找了一处高牙晒经书 三十五度共五千零四十八卷 其中佛本行经有几页 粘石头上 所以佛本行经共一百一十六卷 至今不全意味着一一五 有有一迹 是指从空中往下看 是一个个方形的 六到八米不等的裂开了的方格形状 四面都是高牙 整个看下去就是树叶 有只肺的这个形状 山上像水帘洞一样 到处有流水的痕迹 还有水潭和松树 山下却一棵松树也没有 全是沙漠植物 这就是电影《终结者》中 人类最后指挥部水晶风 就是指这里 这个山没有名字 山下叫做南地域峡谷 里面有一处泉水 叫做春天的私密消息 春天代表着基督复生